明澤老師有20張好人卡 已經準備好給各個節目 近日你們就會收到 這是給節目的好人卡 因為東映落架了很多YouTube的影片 因為大部份的影片都是一些評價 或者是介紹東映有版權作品的影片 當時說得很可憐 然後就說搞到我生計不成 我三年來的創作夢碎 現在我的團隊都不知道怎樣維持生計 177、2277很可憐 網路上熱議 因為這件事挺大 YouTube說了 雖然這些法律是不新鮮的 但因為出了這樣的事 我們都會努力去更新 或者去執行這個例子 令到他進入一個比較合理的時代 簡直說會幫助這個人 現在是幫助這個頻道 原則上被人告侵權的人 現在是幫助他 當然有時候那些影片都會被人落架 某幾套譬如鬼滅會被人落架 鬼滅會被人落架 鬼滅會被人落架 或者鬼滅他不是全部落架 緊要的集數他落架 緊要的幾集他就會告你 問題就是 究竟Fair Use的定義去到哪裏 其實大會有時間 如果我是作為內容的擁有者 我當然會說 Fair Use就是少少都不准用 很合理 很合理 但我給那麼多錢拍套 我拍了 然後你就放了九個字上去 那我不用買 我看過這個頻道 無論是Netflix或Disney Plus 所有的內容都照樣放進去 你問我 譬如 我也不懂得分 例如這個 你看回一些輪角 你看這個 Totally Not Marker 這個人 只要Totally Not Marker 你哪裏有關 告訴別人 你那些是Fair Use 你差不多剪掉了 別人的東西 你沒有一秒的畫面 不是別人的畫面 總之就是剪掉 然後自己就 隔幾秒就說 噢 That's Godress 然後他就播 10秒 噢 This is Pathetic 用這種方式 你哪裏成立到Fair Use 你這樣也算是評論 你這樣也算是評論 我不用這樣評論 譬如我們做超多 我們做超多的 例如看了一季劇 或者看了兩期書 或者五期書 或者十期書 然後我就說一下那套 然後我就輕輕約了 說一下故事 有時候都會劇透 然後我就會說 我覺得那套 會說什麼 喂 我就覺得 這個世界就難分 看完節目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